黄晓明与Angela Baby是娱乐圈让人羡慕的一对金童玉女 齐面风波却经常闹得沸沸扬扬 但二人依旧由你相伴岁月静好 事业已愈发丰生水起 去年电影起伏中 黄晓明与梁静的激情戏桥段让人直呼刺激 但却只是寥寥数秒意犹未尽 近日黄晓明家某某热血励志大片 不但担任男主角 更奉献出了自己的首次大尺度激情戏 曝光的影片片段中 韩国女演员金亚忠主动挑逗 色诱的戏码就已经足够暧昧 随后两位巨男美女一路从沙发演到了床上 黄晓明只穿四脚爱心内裤 极尽全裸与金亚忠温存 其尺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据导演透露 其实黄晓明穿着内裤一下蹦到床上 大喊Happy Birthday的情节是黄晓明自己的提议 这个故事来自于导演的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 当导演和黄晓明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 黄晓明便觉得这个情节很有情趣 可以加到电影中 于是便有了这次观众大饱眼福的机会 二哥黄晓明此次与性感美女连番上演热辣情节 不知二嫂会不会粗意大发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